藍白河變成藍白拖 對於走口參選人的 有一些新的波動 當然賴清德目前34% 侯友宜24% 反倒是柯文哲往下掉 16%這是媒體民調 但是總影響度還有總共的 我們看到網路聲量 似乎跟美島不太一樣 柯文哲都是往下墜的 如果是這樣子 當然很多機構效應 甚至連某一家公司 他背後老闆是誰 如果我們講出來 真的就傷感情 民調這麼高很好 趕快接受全民調 今天我看到陳長文先生 大家知道陳長文大律師 馬英九的好朋友 也是如果國民黨喜歡 用什麼知識欄 經濟欄 來講的話 陳長文那總是經濟欄 跟知識欄的代表人物 代表中的代表了吧 陳長文現在投書 他都只用一個title 叫做中華民國資深選民 他就想 我轉述一下他要質問一下 侯友宜 朱立倫 還有金普聰三個問題 第一 強調侯友宜民調高 卻又不接受全民調 是在低估選民的智商嗎 這是陳長文講的 第二 在馬英九和韓國瑜發聲之後 還要執迷不悟嗎 這是陳長文講的 第三 要當阻擋政黨輪替的罪人 幫助民進黨違法亂計 繼續執政嗎 這是陳長文講的 同樣陳長文講的這一點 前幾天陳文倩 文倩姐也講過 奇怪 朱金猴看起來 難道真的是在掩護賴清德 或民進黨嗎 怎麼會做的事情 完全看不出來 什麼叫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這個事情 今天老百姓要的是什麼 老百姓要的是一個 安居樂業 老百姓要的 不要再用你們這些政客腦袋 話術跟套路來騙我們 你們藍的騙完綠的騙 騙完選票騙鈔票 這麼多年來了 到底為老百姓做了些什麼事情 8400億 一個說要過 一個也沒 也沒黨 他也過了 這個高端或怎麼樣 你天天在那邊說 什麼防疫預算不應該 你國民黨不是也都分著花了嗎 你又擋掉不應該的預算 政黨實力是什麼 我最喜歡講政黨實力這件事情 在我看來 我們現在講選舉 大家如果喜歡被套路 喜歡按照他們政黨政客的邏輯去想的話 你一定會被他們刺死死的 你去想想看 最會搞政黨實力 最會鞏固他基本票源的 叫做民主進步黨在台灣 你同意吧 民進黨怎麼鞏固他基本票 展現政黨實力 他政黨實力展現給誰看 對抗中國共產黨 他雖然小 但是他敢去做對抗 這叫我的政黨實力 我的支持者會跟著我走 因為我敢 我有一個信念 即便這個信念 其他可能很多人不支持 但我的支持者 35%到40%之間 我穩住他 他相信我 跟著我走 因為我有這個信念 我對得起他們 我從創黨到現在就告訴你們 要幹掉中華民國 要對抗中國共產黨 他沒有偏 他對他的支持者來講 他走的是好的路 對的路 民主進步黨在展現政黨實力 所以他的支持者會跟著他走 中國國民黨的政黨實力 展現在哪裡 我請問一下 你們看到八月多 侯友宜市長跑去美國 然後訪美 在美國連三民主義都跟你講錯 民有 民治 民想 變成三民主義了 你國民黨乾脆出來發個新聞稿 告訴我們 先進廣告 等一下繼續聽 我閃耀 我最好打風 賺錢便宜 我閃耀 你怎麼這麼久都用不住 週一至週五晚間6到8點 閃耀的愛情 廣告結束了 毛哥請繼續幫我們來補充 其實我已經忘記我剛剛講到哪裡 我剛剛最後一軍手 三民主義 對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都能講錯的這個事情 本來應該是民族民權民生 這孫文獎 國民黨乾脆發一個新聞稿出來 跟大家講說 侯友宜 朱立倫講的 明有 明知 明想是對的 孫文講的是錯的 你到底國民黨現在走什麼路線 你還告訴我有什麼叫藍粉嗎 你們都已經被騙到什麼地步 都不知道自己該走什麼路線了嗎 中國叫民族路線 國家路線 全世界唯一合法的中國 叫中華民國 不爽拿憲法出來看 這叫中國好不好 國民在哪裡 國民是你的政黨該走的路線 為什麼社會主義 為什麼我們要漲價歸功 為什麼我們要把平易物價 擺在第一步 中國國民黨這幾年來 誰跟你講這些事情 他告訴你沒有黨格黨魂 他會挺著胸膛倒下去 挺著胸膛倒下去 我們現在不是打仗 我們現在選舉不是打仗 不流血的革命 你也不用流血 不用在那邊假用 你也沒這麼用 好漢不提當年有 當年根本不夠有 少來這一套 你今天在搞選舉 用老百姓公民教育的現場 擺在投票所 我們腦袋要清楚一點 不要再被政客騙 今天我們要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要的是你告訴我們 好好的一起合作 拿政策出來做辯論 拿政策出來跟民進黨做一個對岸 老百姓好選擇 這才叫選賢與能 這幾天你看到什麼了 這幾個月 這半年來 除了這個人要跟那個合 這個跟那個又不合 豬跟猴各有各的盤算 你叫小我 我叫大我 所以叫猴小我跟豬大我 這半年來 國民黨不就在玩這個遊戲嗎 然後又瞧不攏 猴友宜 警察刑警出身的 他們所有事情 用法律來站 用法律來贊助自己 來 猴伴有沒有跟豬跟黨中央講過 這個拳代會通過了 法令所有提名完備了 你如果要換猴你是違法的 這個如果假扣押 定暫時狀態 你朱立倫一輩子完蛋 我還是繼續選總統 一定要玩到魚死亡破 魚死還亡不到 這個我都不曉得現在 老百姓大家在看這個東西是什麼 挺著胸膛倒下去 在不打仗的狀況下 只有兩種狀況我跟大家講 比較殘酷現實一點 但大家聽聽看有沒有錯 第一種叫心肌梗塞 砰 就倒了 疫苗就走了 那個還算乾淨 第二種 挺著胸膛倒下去 砰 倒下去 那叫腦溢血 中風 你還不一定走得了 家人可能要痛苦很久 看運氣 你是哪一種挺著胸膛倒下去 你先告訴我們 今天大家在面對的 一個狀況是什麼 陳長文 馬英九 韓國瑜 還有你說像謝國良 還有其他很多人也都支持 你去看看馬英九的 下面大家留言了多少 韓國瑜在下面 大家已經接龍了 要全民調 那這些怎麼樣 你全部開除黨籍不就簡單了嗎 諸侯今天在表演的是什麼 溺愛敗家子 你要溺愛敗家子 你怎麼可以不愛我了 以前李登輝叫你投聯戰 你都投了 現在朱立倫叫你投侯友誼 你有什麼不能投 朱立倫跟李登輝比起來 就是在小弟眼裡 我們跑新聞出身的 看著國民黨倒下去的 那個倒是 聯戰還不知道自己倒了 好不好 聯戰1999年 當年是李選 今年是朱選 李選的聯 聯戰從一開始到馬英九 當初馬英九在前天的那個動作 在小弟看來很不好意思 小弟也舔居過 馬總統的發言人 小弟看起來 真的馬英九是在 某一程度的補過 他當年難道不是幫 李登輝聯戰公布過假民調嗎 說明天投票出來 聯戰是第一名 聯戰到投票前一個晚上 還自己跟某國民黨 極高層的人說明天我當總統 這種狀況到底是什麼樣子 今天聯戰從被李登輝徵召 到他落選 國民黨拿出來的民調 沒有一份是第二名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第一名 你今天還不敢 還不好意思把侯友宜做成第一名 你國民黨 在我看起來 朱立倫是比李登輝 迅一百倍的李登輝 侯友宜是比聯戰迅一百倍的聯戰 就這麼簡單 當年人家有黨政軍特 300億美金以上的黨產 你現在黨產要怎麼用 還得看蔡英文點頭 過去這七八年 蔡英文跟他的黨產會 什麼時候有揭露過國民黨 去申請他黨產怎麼運用 國民黨自己有公開透明 給你看過嗎 這些東西難道不是 就是因為有這些 陳文謙才說是不是莫名其妙 你朱金猴被民進黨掐著 在掩護賴清德呢 這些東西誰跟你講過實話 誰能夠告訴你老百姓 該思考的公民思考點在哪裡 全部天天刷的藍藍的綠綠的 笨笨的你的腦袋 都被政客拉著走 在搞什麼東西 政治是這樣子嗎 政治是唬爛眾人之事嗎 你在搞 不要這樣子天天欺負我們的國家 民進黨糟蹋大家已經很慘了 你今天敗家子還出來說 要繼續溺愛對不對 到底是怎麼樣 他每天去找老爺說 少爺找老爺 爸爸這個我因為外面有小三 還是要拿錢來 外面的奶粉錢也要付 找完爸爸以後去找媽媽 媽媽昨天輸了一把 今天來一些我再去翻個本 然後去翻少奶奶床底下 把賠價的嫁妝 拿去當了 怎麼樣要吸毒 要做其他不法的事情 這是敗家子就是這樣子搞 你今天高強大怨搞到你臭不可聞 不堪聞問 你還在那邊講說你有政黨實力 我今天講一個 漢庭也是民意代表 他有很多同事 有民進黨有國民黨的 那你再去看看所謂的14個縣市長 國民黨14個縣市長 很簡單 你只要去他臉書或是打電話 或是遇到他的時候問他一下 比如說高雄市長陳其邁 你任何人去問陳其邁 記邁 你是高雄市民的市長 還是民進黨的市長 陳其邁會怎麼回答你 當然是高雄市民 對 你去問盧秀燕 你是高 你是台中市民的市長 還是國民黨的市長 要不然去問蔣灣一樣的問題 你國民黨怎麼會在現在告訴我 14個縣市長是你的 難道你是要叫所有選民承認 去年我們投錯了嗎 我是投給我們要下架 民進黨的一個標的 你是民意的承載 你怎麼變成主宰了呢 今天民主是人民做主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 叫做中華民國之主權 在全體之國民 你今天不要有樣學樣 好的學不到壞的不用教 跑去學民進黨那套糟蹋老百姓 拿著刀叉生吃人肉 民子民糕這麼好吃 換你國民黨吃了是不是 誰欠你這麼多 不欠民進黨的同樣 當然不欠國民黨 這國家是中華民國 民啊 孫中山取中文名字叫中華民國 不叫中華共和國的原因 就是因為主權在民啊 今天你是民意的承載 而不是人民意的主宰 你要聽人民的指揮 老百姓要的就是解除這種 政客腦袋 藍綠用假的意識形態 混綁大家大腦 然後各自吃各自的 光電的一起吃 風電的在一起吃 其他買煤炭的 誰的代理商有多少 誰的軍火商裡面要15% 誰要5% 這些藍的綠的 我們跑新聞出身 自己也在政黨工作過 這些東西我們很清楚 好 不要再來這一套 藍綠一家親這些 現在老百姓要你放旁邊 韓國瑜 馬英九 陳長文等等 這些出來陳長文講的 其實如果大家自己去看 我歡迎大家認真去看 陳長文講的那一篇 他當然是替馬英九清楚的表態 馬英九講說 好啦你朱立倫 你侯友宜要硬拗我尊重 他難道能不尊重嗎 你不尊重又如何 現在他就不叫國民黨 他叫諸侯金黨 整個狀況完到現在 來 你告訴我 陳長文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們不接受全民調 鄭嵐表態 鄭嵐表態 陳長文的解讀直接就是講 這叫氣喉寶科現在啟動 不用等到明年1月13號 因為你要發酵 要做其他的事情 老百姓要的 今天不是說 我們看柯文哲 柯文哲絕對不是一個 多麼盛名的人 絕對不是 今天我們選舉選了那麼久 你如果還相信選出一個 曠世民軍 你就投他負責 你最好離投票所遠一點 對你不好 對國家也沒幫助 今天你要選一個人 出來就是中華民國 有可能第一次 像陳長文馬英九講的 我們第一次要實現 可以有聯合內閣的機會 之前大家都還有所期待 不要再搞一黨獨大 不要再搞上去的那種 你下面的家臣家奴吃的 老百姓過得苦不堪言的這種事情 我們要解除這種恐怖的狀態 不要再把中華民國的民 置於匱乏跟恐懼之中 這才是我們中華民國走法制 跟憲政公民教室到投票所 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誰跟你玩真的 誰在乎長照 誰在乎少子化對策 誰在乎我們不要有那些毒品 這些東西才是真正 我們每個人需要的事情 你看到有人拿出來 跟你討論了嗎 國民黨的政黨實力 難道不應該在立法院提案 把這些東西都廢掉 其他不要的預算 壞的法案全部都擋掉嗎 結果 國民黨的政策 政黨實力拿來展現在哪裡 上禮拜 國民黨最新的一個提案 叫做提早修會 大家知道嗎 提早修會是什麼意思 你應該要求民進黨不要修會 大家去看看選霸法 選舉期間 就是兩三個禮拜而已 什麼叫提早修會 有時候至多 他們就大概修一個月了 至多 最多最多修一個月 現在要提早修會 我搞不懂國民黨的政黨實力 在想什麼東西了 你是一個在野黨你知道嗎 你們如果都這麼渴望重返執政 我告訴你 一秒鐘你就可以重返執政 就這麼簡單一秒鐘 上網填寫民進黨黨員申請書 一秒重返執政 簡不簡單 你就直接把中國國民黨 改成民主進步黨 八德路支黨部不就好了嗎 今天老百姓要的是這個嗎 中國國民黨會因為你諸侯金輸了 然後就不見嗎 不要把自己講得這麼偉大 沒有的 今天是國父誕成 大家都忘了 天下圍攻這個概念 大家拿出來想一想 孫中山當年有因為自己要當總統 拒絕袁世凱嗎 孫中山有說 我寧願挺著胸膛倒下去 我也不要給袁世凱嗎 什麼叫中華民國 真的不要被那些假政客 用那些唬爛的話在那邊騙著 你都忘記自己是誰了 你是你爸媽的 你不是藍的不是綠的 你是你的配偶的 你是你的子女的 重點是你是你自己的 今天誰跟你玩 真的你在跟他玩嗎 如果那些都是玩削的 玩宣的出來亂搞的 真的 我們不欠誰 我們可能要為家人打拼 為自己的一輩子幸福去打拼 台灣面臨 整個老年化的可怕 勞動替代力的不足 台灣面臨資金的困境 以及我們出口 到東協現在都還要多5%的稅金 我們已經沒有競爭力了 而蔡英文把他的繼任者 不管是誰 玩到幾乎沒有籌碼的這個狀況了 我們還能在這邊 用政客腦袋想事情嗎 老百姓要想的是什麼 我們這幾年來已經被這些政客 推到我們只能攀爬在懸崖的邊 你現在只有指頭勾著懸崖的邊 要求拜託 耶穌保佑 菩薩保佑 我不要掉下去的這件事情 你沒有腦袋好好去 有餘裕 有力量去思考 所以政府說什麼你跟著走 所以其他政黨起而效由的 告訴你換我了 你真的是這樣嗎 來個全民調不好嗎 很簡單 我告訴你 你要選民調公司 兩邊都還有 這一家我要 這一家我不要 就算他動作追快給你一天 然後民調開始進行三天 這加起來已經四天 然後兩個黨 民眾黨跟國民黨 都還要開全代會 去改變他的 之前的法定議程 最快 照國民黨來講 最快要7到10天 你說他最快7天 剛剛講1天加3天4天 4天加7天11天 今天12號沒有結論 明天13號會有結論嗎 13加11不就24了嗎 那我直接問毛哥最後一題 我們剛剛票選的題目 Deadline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這個禮拜三 不用再拖了 因為我剛剛算給你聽 最快就需要11天 你拖過這個11天 你從明天開始算11天 就是24號了 所以沒有意思 不要再自欺欺人 要嘛就直接全民調 明天講好全民調 找好幾家公司開始做 要嘛就像陳長文講的 氣候保科 老百姓走自己的 這是鄭蘭的選擇